好吧兄弟们 咱们继续 刚才那个岛也是被咱们成功的拿下了 看这个地图的样子来说 咱们离最终的这个岛已经越来越近了 就是不知道最终这个岛的难度如何 因为简单模式我也没打到过最终 没想到困难模式 咱们一路挺到这个位置 跌跌撞撞吧 也是技术有所进步 对吧 咱们继续来这个五个兵种的岛 因为这个岛上我看应该是有道具的 这也是一个大平原型的一个岛 没有太多的起伏 都是你看边上有这些挡的这些石头吧 算是围挡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影响敌方登岛的一个东 一个一个腰 算是一个障碍吧 其实你看这些障碍挡上来来说 这些敌人登岛的地儿就不多了 也是可数的那么几个点 有跳跳兵直接往身上跳的咱们别让他上岸直接给他用弓给他推下去对吧 用弓箭的力量直接给他打掉 两波咱们自己对的两队的弓箭手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 现在的输出真的很靠这个弓箭手因为在敌方登岛之前的这个全力输出真是很管用 咱们能够降低进战的一大部分损耗 这个很难收我这个最棘手的东西来了 就是这个 巨人弓箭手 他真是射出来的基本上不是弓不是这个弓箭 我感觉就是长矛 对我造成一个极大的贯穿性伤害 副背受敌啊对面也来了 后边也出击了 这个怎么去 啊好难受我只要别让我都被干掉就行 大哥 我还有一个兵刚才上面那一队 还行 啊上面还有 这个咱们也得给他干掉啊 啊行行行都打掉了 虽然只有六个感觉对我的伤害真是太大 彻彻底底的给我打了一波 基本上都是残兵 啊一队弓箭手恢复了 还有一队还要去休息 那咱们就让这一队去迎战这个大量平方弓箭手 步兵作为前边的盾牌去抵挡一下伤害 大批的弓箭手已经上了 看看咱们这个步兵有没有优势呢 行至少咱们队伍还是保留住的 人少了一些也是无所谓的 又有四个巨人 有两队这又要登岛了 哇这个又来了 这个这么多八个 咱们的敌方巨人 还是比较给力的 在和这个敌方巨人弓箭手对攻的情况下 也没有 真是也没有弱下来 真是硬刚啊 赢了这一局 得到了一个战争号角 这个号角是应该可以从那个 这个房子里增加 咱们的士兵数量的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咱们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加油加油 加油